漢代初年 國力薄弱 漢武帝到西域秋秋兩馬 培育一支強大的軍隊 才有了一個精盛的大漢王朝 通奔馬是大漢軍事強盛的象徵 航母是現在最強大的綜合作戰平台 如果說漢代到西域秋秋兩馬 是歷經艱辛 那麼我們獲得航母的里程 更加歷經艱辛 人民海軍70年 聽見我們守衛國主的志氣 才從一窮而白走到了今天 我們擁有的航母 可以使我們的海軍 更好地保衛我們的國家 保衛我們的人民 遼寧號航母正式海事不久 便開始裝載艦載機 艦載機艦載戰鬥機成功完成 短時間內多架戰機相近升空 2017年4月26日 我國第二艘航空母艦 在大連造船廠下手 標誌著我國自主設計建造航空母艦 卻得重大階段性成果 楊馬在漢代是士兵的夢 航母在現代是海軍的夢 冥戰強悍者 雖遠必足 銅魂馬為我們凝固了 一個強悍的時代 但我們前年來不變的 是我們的保家衛國的聽話